梁小龙是知名的影视演员 梁小龙的功夫是相当厉害的 在香港电影里面 可以打赢梁小龙的没有几个 当时 李小龙在国外好莱坞拍摄了 龙争虎斗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也有英文版的 很多人认识了李小龙 也认识了李小龙的集权道 当时就有很多人在模仿李小龙 比如成龙 还有真子弹 其中还有一个模仿李小龙最像的人 他就是梁小龙 梁小龙经常看李小龙的电影 并且学习了李小龙的集权道 多过 梁小龙加入了自己的武术方式 所以 梁小龙的武术动作也很漂亮 甚至超过了李小龙 梁小龙当时听说李连杰拍了电影《方式语》 梁小龙知道李连杰是武术高手级别的 于是 梁小龙就看了这部《方式语》 梁小龙看到这部电影里面 有一个饰演反派的人 就是赵文卓 梁小龙看得出赵文卓的功夫和李连杰不相上下 而且使用的是通币权 梁小龙说 我虽然有点功夫 多过 我觉得赵文卓的通币权确实厉害 我不是他的对手 国庆期间 明星们用了各种方式为祖国母亲竞生 但其中最亮眼的 还得是著名打星赵文卓 在长城上 赵文卓穿着一戏长衫耍起了双截棍 红鹰枪 还绣了一招空中踢刀 给大家展示了什么叫中国功夫 同为打星 甄子丹也晒出了自己冰上行走的视频 还告诫大家在雪地里要好好走路 注意安全 但评论区的网友们却不买账 点赞量最高的权是支持赵文卓 去看看赵文卓老师的双手剑 而赵文卓和甄子丹的认愿 还要从十年前说起 二龙一二的 赵文卓和甄子丹合作了电影特殊身份 女主是精权小公主景田 张寒宇 郑中基 邹赵龙等人做配 阵容十分强大 但开机刚一个月 剧组就向媒体放出消息 称赵文卓不服从剧组安排 而且耍大牌很难相处 导致电影停机 不仅如此 赵文卓还讲人所难 要求剧组负责他八个助理和家人的花销 一天的花销就高达五万 占用了剧方的资金 随后 剧组就在网上公开发表声明 跟赵文卓结束合作关系 并将过错全部甩给了赵文卓 但赵文卓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小透明 直接站出来根据组纲 要对方当面跟他对峙 称自己要光明正大做人 赵文卓的态度十分强硬 表示真子丹才是那个耍大牌的戏吧 自己哪怕不干这一行了 也可以靠教武术生存下去 所以一定要把事实说出来 真子丹则表示 自己是欣赵文卓才请他拍电影 没想到他去耍大牌 让自己很失望 随后 真子丹还发布称低防突然受到小人从中作课 暗藏杀机 十号 痛心但不动摇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大家都知道他是在说赵文卓 两大打星从武斗改为文斗 身边的人也纷纷站队 杨密 毛宁 秦岚 陈奕迅等人公开支持赵文卓 书起 黎明和王精则站队真子丹 这场纷争表面上是赵文卓和真子丹的个人人怨 其是背后藏着香港影视圈对内地演员的打压 当时杨密正在香港铺设自己的发展路线 公开支持赵文卓之后 他就遭到了港圈的暗中抵制 资源一落千丈 张国荣曾经评价赵文卓 他太正直 不适合娱乐圈 如今再看赵文卓这几十年的境遇 却适应了张国荣的这句话 真子丹和吴京曾合作过杀破狼 当时吴京有实力没名气 跟真子丹上演了一场拳拳倒入的相战 让观众看得十分过瘾 当时吴京用刀 真子丹用棍 据真子丹所说 棍子都是道具 就算打在身上也不疼 而且一打就断了 但吴京却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他表示棍子都是实心的 真子丹打断了四根棍子 自己的手都被打得抓不住刀了 只能用胶带把刀缠在手上 从杀破狼的幕后花絮来看 还是吴京的话更可信 毕竟棍子打在谁身上 谁才知道疼 不过这场戏也为吴京的打星之路奠定了基础 他也没白受这场皮肉之苦 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还有人拍戏时被港星借机暴打 身心都受到了很大伤害 不少观众都看过 张卫健和谢霆锋主演的 《小鱼儿与花无雀》 这部剧聚集了不少港台和内地的明星 其中有一场戏 张卫健和谢霆锋暴打杀父仇人江别鹤 两人打得十分投入 丝毫没有留守 但其实保衍的背后 是张卫健和谢霆锋在谢思院 扮演江别鹤的演员王伯昭 直接被他俩打进医院 检查出尿血 左身挫伤 左腿肿道无法下地行走 身上多处组织挫伤 好好演着戏却被人打成这样 王伯昭将剧方告上了法庭 但剧方当然不会让内部港星 七亚内地演员的新闻坐视 直接一招视频丢失 让王伯昭无法取证 作为导演 王京不仅不为王伯昭主持正义 还拉喷奖 他一会儿说港星拍戏 就是很敬业的真打 一会儿说王伯昭借机炒作 缺乏职业道德 屁股都歪得没边了 当时本来就有很多内地演员 在港圈受到打压 王伯昭的遭遇 也获得了众多内地演员的同情 最终这件事演变成 香港影视圈与内地影视业的一次较量 在舆论的压力下 两位主犯才终于去医院 看望王伯昭 向他道歉 还拍下了和解照片 不止男演员 连女演员都难逃这些皮肉之苦 励志20岁时随家人搬家到香港 当时他不会讲粤语 口音也很难改 被港圈轻蔑地嘲讽为北姑 即使拿下了亚洲小姐的桂冠 励志也只能得到一些 秀身材的花瓶角色 为了打破僵局 励志主动把片酬降到最低 接下了一些武打片 当时励志接下了电影《老虎出更》 搭档正是周润发 在电影中 励志和周润发有一场硬核打戏 励志没有用替身 全部亲自上阵 于是在拍摄过程中 励志被踢杜勒伯 被砸向玻璃桌 背糊了满脸面粉又摁进水池 在这场单方面被打结束后 励志全身都有受伤 一连休息了几个月才好 如果说周润发只是敬业 那恐怕说不通 在同年的千利星慈善演唱会 主办方安排了扔蛋糕这一环节 但大家都有分寸 点到为止就行了 可励志一上台 周润发和曾志伟就将矛头对准了励志 直接把整个蛋糕砸向对方 而励志只能抢颜欢笑 最后偷偷躲在后台哭 最后还是张国荣来当位励志 对他说 傻妹 哭灭者 我都戏咸样过离了 不过励志到底没有张国荣的坚强和勇气 最终早早吸引嫁人了 而周润发不仅欺负过励志 还给钟楚洪留下了一片阴影 钟楚洪曾跟周润发一起拍戏 结果周润发和另几个男演员一起 将钟楚洪关在房间内 还说要侵犯他 当时钟楚洪才19岁 被周润发按住肩膀推在沙发上 当场就被吓孤了 好在周润发最终没有做什么 不然钟楚洪或许就会成为第二个拦截婴了 钟楚洪尚且是香港人 照样被大佬欺负 更不用说那些南下打片的内地演员了 李连杰凭借少林寺一举成名 去了香港照样被排斥 在香港拍摄南北少林时 他的片厨还没有香港本地的龙套演员多 十几岁去香港打片的刘嘉林也曾受到歧视 美人看不起 还被剧组人员讽刺为有后台的大陆美 当然 如今港圈示威 港姓们纷纷离朝到内地发展 不会再有这样的现象了 说到底 还是得兜里有钱 拿硬实力说话 才不会受人欺负呢 随着赵文卓年龄的增长 他渐渐感觉自己的体力大不如前了 虽然心里有些不甘 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进入半退休的生活 他还在节目中表示 家庭永远是最重要的 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中 全心全意地照顾他的五口之家 虽然年轻时曾与美艳芳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但赵文卓最终还是选择了平凡的张丹璐 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随后又连续迎来了三个宝宝的到来 不管怎样 赵文卓总是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张丹璐的深爱 承认他是他一生中最珍惜的人 赵文卓被张丹璐的才华所吸引 虽然他只是一个小演员 不仅如此 他还能够出色的全是贤妻良母的角色 对赵文卓的包容度是无限的 他不仅不关心他的感情史 甚至为了他选择隐居幕后 担任他的专属助理 他们各自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世界 甚至还有一个规矩 无论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 见面都不能超过15天 赵真之战虽然以失败告终 但也极大损害了他在娱乐圈的形象 连续两年生日没有人为他送上祝福 实在是太遗憾了 赵文卓辛苦了半辈子 但他的财富并没有受到外界舆论的影响 他仍然带着两个孩子过着幸福的生活 赵真之战虽然以后 赵真之战虽然以后